郭子舅文化艺术基金会策划了日本风十足的日本古美术展 成立了多样日本艺术珍品 有绘画、陶、漆器和服装等等 带领民众参说在日本风的时空里头 即使在郭子舅音乐文化馆的三馆展出到9月1号 欢迎大家可以前往参观欣赏 在花莲又多了一个很日本的地方 由花莲县郭子舅文化艺术基金会董事长 同时也是提拉米苏精致蛋糕董事长刘敏贤 与执行长周根立一日起携手策划日本风十足 为期三个月的日本古美术特展 展出多样日本上世纪艺术珍品 又引领民众一探究竟日本古代工艺品独特的艺术风格 记忆传承和历史背景 早期我们的家长他们都说日文 所以受到这样子的熏陶之下 我们对日本文化特别有一些情愫 当然也喜欢包括自己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 妈妈常常要教说女生要站要站好 做要做好要得体 常常会用一些日本人的姿态来教我们 对然后受这样的熏陶之下 我们就对我说实在我个人 因为是对美学特别敏感 尤其是日本的我们说的精致文化 特别熏陶我 我特别有去研究 对有时候就是身上用的 手上拿的都会去关注 我最喜欢的是最能够常常表现是扇子 扇子我常常会拿在身上 因为天气很热 因为空气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但我们希望呈现出来是我们87年的历史的建物里面 有这个古美术的呈现 我希望大家珍惜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文物 我们希望大家都来走走 都来看看 董事长刘敏贤除了专精糕点研发 也最新收藏日本大量艺术品和古早器物 执行长周根立则收到父母日式教育熏陶 进而对日本文化情有独钟 日本古美术在郭子旧音乐文化馆三馆展出 除了有珍品欣赏 还能体验穿着日本服饰拍照留影 并将开设口金包体验课程 更多详情可搜寻脸书本钻 郭子旧音乐文化馆 记者长帮演黄连时报导